我们看第一题 我们顺便在写考题的时候 把他参考的东西整理整理 第一个 好来每个人都非常的开心 at后面的事情 scrupulous way 对于这样子的谨慎小心 一丝不苟的方法而感到满意 后面咱们就先不看了 我们把单字找出来就好 scrupulous的字根在scre scru 那个位置上面请画出线来 这个字呢是screw 格林法则的转音 你知道screwdriver是螺丝起字 这是螺丝钉 OK我们取的是他的尖的那样子的语音 因为screw原来是拉丁文的尖石头 尖的石头 走路的时候怕去点点 怕去踩到 怕去让自己受伤 所以走路的时候非常非常小心 叫scrupulous 原来的字一是这样子的 你查字点只查到它叫做尖的pevel石头 OK screw的字根在这 scru 所以单挑的是第二个的concientious 做事情很认真 它的字根在science scienc科学 要非常谨慎小心的处理的一种学科 OK 第二个单 这个字是淡江的研究所曾经考过的的单字 其他的字 如果我们上课教过的 我就不再讨论 OK 如果它是很重要的 或者是没有提到的 我觉得在解底下的解析的位置 像这一题 我把第五个答案放进来讨论 因为 whether we like him or not 我们到底喜不喜欢他 这件事情 immaterial material是物质 OK加个im 这不算是个东西 这不重要的意思 所以中文的不重要 你以后写作文 不要只会写unimportant 还可以写emmaterial 好 把笔记整理到这里 emmaterial 趁你再写笔记的时候 顺便跟你说一说 这二十题单字题 我们教过的有十九个 也就是说你上课 我就在这里仔细的听了 会有十九题是对的 但是其中有两题到三题 是我的答案里面 并没有教到那个字 但是你用三句法 因为其他的字都教过 还是一样可以找得到 OK所以麻烦你以后上课的时候 把注意力集中一下子 因为出题目的老师 这一次的考题 把考古题全部都放进来了 也就是说这些是 他全部通通考过 OK 好来请看第二题 OK 这部电影Market the Pinnacle 记载着他的巅峰 of her acting career 他的影艺事业的巅峰 您应该还记得 我们教过巅峰Para 当时说 这个字的字根是 欧拿开加上 ER over上面的意思 Burpermuffervu A跟ER跟Om 然后加上Mont 所以这是三顶 所以是巅峰三顶 他等于A加上PEX 这个字的字根是Big 大的 Bur跟Per I跟E 哥跟科 也就是说 比较简单的那一个字 叫做Climax 巅峰状态 Bur跟Mo I跟A 哥跟科 巅峰状态 然后我们学了一个Curmination 这个字也是他们后裔 考过了的单字 CUL呢 就是CUT 你回想一下 这个字是尖端 才能够切 尖的 尖的 CUT Curmination 所以Pinaco 这三个字母是刚笔的笔尖 还是尖端 就是你的考题 所以AC 扑克牌的老大叫S ACME 尖端最上面 我们当时教的最后一个字 宙师的字根 Xenis 宙师天上最大的神 好 麻烦您顺便把我帮您写的解析 在解答的正下方 我黑板上写的有几个字没有列进去 您自己把它补起来 说单挑的是 C Hey Day H E Y 这是巅峰时期 Hey Day 这个Hey就是Hi 请看第2题 我帮您写的几个重要的字词 OK 麻烦您看第5个答案的 The poem 这首诗 传达了他最深刻的敬意 Reverence 这个字比较重要一点 请您花一点时间 背背 OK For Nature 其他的您 查一查字典上面的 发音 把这些字认一认 OK 请看第3题 第3题呢 是我们在上格林法则的时候 教的单字 当时我们说 格林法则里面的少 是Fu 格林法则里面的Fu 是上 变成P A U E R是人 两个母音用指引带过去 Pupper 这个字叫穷人 家里什么东西都少的人 Pupper Murfer A跟E W跟U 所以介绍了一个 A positive P-A-U I-T-Y 是名词之文 两个母音要用指引带过去 所以 Positive P-A-U-C-I 听话 当时 介绍的时候说 A positive 等于 学士后中 他们的 插班这个学校 插班大学的考题 他说 A hand for 我那时候提醒过 你要小心 因为 of中间 应该是名词的 然后学生看到 Fu 觉得它应该是形容词 这个字是名词 叫做一把 用手可以抓得住的 所以它是小的 少数份的 少部分的 不是很多的 你想想看 一杯咖啡 A cup of coffee 不可数的字 前面要加计量单位 这都是名词 这种加Fu 会造成你的误会的 就要小心 所以 A spoon 汤匙 加上 Fu 一汤匙 量的糖 这是他们的 中国一 转学考试考的 A hand for of 请你多备一个 A spoon for of 所以 Positive 是少的 好 先整理到这边 我们再把第三题的答案 找出来 OK 第三题的答案 挑A的 D E A 2 那是亲爱的 你们说的 珍贵的东西 所以它是稀少的 所以挑A的答案 D 这题 这个单字 我没有教到 但是 其他的单字 都带过 所以这题 我们其实是用三句法 找答案 比如说第二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的 last是拉开来 延伸开来 前面加一 往外面拉开 当时我们说的 elastic elastic 有弹性的 ITY 名词 应该还有一点点印象 当时说 flexible 形容词 flexibility 充满弹性的 ok 所以第二个答案 你不会挑它 因为 就是说 有一个弹性的资讯 不对 有少部分的资讯 对于这种 化妆品的组成物质 而第三个答案呢 是我们在上 阅读测试音的时候 我请你特别小心 它叫做临时政府 请看我们写的 解析里面的C 最后两个字 inter-realm government 那个inter-intr呢 是介入的意思 ok 这个地方已经 没有人管了 它介入 它进来管 它进来接管 所以intr是 走进来的意思 所以临时政府 用的是这个字 而第四个答案的 高原 第五个答案呢 第五个答案 是我们阅读测里面教的 英国的一些小报纸 把tab 看你眼table 那个字 cataloid 小报纸 你看我给你的 第五个解析 she is an object of ridicule 它是一个被嘲讽的对象 in的小报纸 在我们的阅读测语里面 在介绍英国的报纸的 卫报 ok 大型的报纸呢 好了 那么您的第三题 没有教到他 而其他四个答案 是根本不可能 放进来的语音 还是可以猜得到他 然后说明贝贝 帝尔是亲爱的 所以他是珍贵的 稀少的 好 第四题 请您小心 凡是两个字 合起来 变成了名词片语 名词 接名词的 不要背 可是形容词 接名词的 按照我们的学习语法 常常会出问题 因为环境保护 你会以为 中文的环境 environment 名词 保护 protection 名词 两个名词摆进去 那就错了 是environmental 这个字是考题 请您做个记号 environmental factors 环境的因素 ok 可以加快 某些癌症的形成 这个字也在 格林法则那 六堂课当中教到 当时说 C-E-L-E 是Hurry 快速的意思 科跟喝 母音互换 L跟R 要加动词字尾 要在第一个字母 重复加A 而这两个母音 是没有办法念的 要用止音带过去 说accelerate 是加速度 后一当年考试的时候 并不是给你现在看到的 那个答案 而是EX的外面 加上PED的脚 特跟喝 E跟OO 德跟喝 加上动词字尾的ITE 把脚步迈开 使你走路的速度变快 当时我们是这样子提醒你的 你跑步的时候 跑到一个段落 跑到一个阶段 一个距离 会开始产生撞墙效应 这时候你开始头晕脑上 你旁边的带队官 训练官 教练 班长 都会跟你说 把脚步迈开 接下来那句话 就叫做 你的速度就会变快 OK 给的答案通常是speed up H-A-S-T-E-N 这是你比较熟悉的字 这两个字是后语考了很多次了的 麻烦您再做个记号 把它背起来 好 写完通学 我们看第五题 先把P-E-R-I 画一下线 P-E-R-I是周边旁边 所以它其实是period P-E-R-I-O-D 周边的 旁边的 对不起 period 周边的 旁边的 所以period 这个字是指不重要的 周边的东西 OK 不重要的东西 来我们看第五题 如果我们 focus too much on 聚焦于 太多周边的议题 我们就会把 loose side of 画起来 loose side of 叫做看不到 也就是说 以后您写作文 不要只会写 cannot see 用loose side of I can see my future I can catch my future catch side of catch side of 先把这里 画出来 周边的是 不重要的 好 当然挑第三个 trivial 这个字比较简单一点 应该没有太大的 困难度 而其他的字都教过 所以我把 最重要的 后一很喜欢考的 tidious 枯燥乏味的 写在正下方 会让人家的心智 整个变成一种 萎缩 没有力气的状态 这样子的 乏味状态 tds 枯燥乏味的 参考的单字 好 请看第六题 第六题 OK 这一题我们不是 在上单字课的时候 教导是在阅读车县里面 ac 就是刚刚说的 扑克牌的老大 扑克牌老大 s 最上面的意思 sacer bate ok exabated 他给的是ed 好来 这是指 事情变得 更加的恶化 为什么是恶化 老师 ac不是最上面 不是变好了吗 不是的 西方人的说法 你应该记得 刚刚说的一个 叫做最高点 可是你别忘了 这种疾病 一下子就到最高点 它就叫做 急性的 k 急性的 疾病一下子就到 最严重的状况 ok 所以这个字 给的答案 是恶化 ok 之前的后一考 这个单字的时候 给的是这个考题 上课我说 这个字叫做坟墓 而这个病人的病呢 是一步一步的走向 坟墓 第一个字母 重复加A 后面加AT 一直叫做恶化 而当年考这个字的时候 给的答案是 无损 顺便把恶化 得一倍吧 其实当时上课 我跟你说过 这是某一家电脑公司的牌子 反而会更好 记忆一点 恶化 这是第六题 好 写完同学 我们把题目看一次 The pandemic 这一次的流行病 已经恶化了 那long standing ok 长期以来的都市预算计划 Not the base 那掉了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上一任的政府 did the two little two 几乎没有花很大力气 去陈述的一件事情 A-D-D-R-E-S-S The audience 还记得吗 前年的后一考题 他加了一个to来骗你 这是一个急动词 向某某人说话 ok 这里当然不是 而是去处理这件事 所以中文之间翻成 琢磨 这是第六题的位置 请您先整理整理这些资讯 到时候你要考试 把这些资料再看一次 知道学术后一喜欢考这个 先把重点都记好 心会比较安一定 好 来 我们在复习单字的时候 第七题 曾经在一版上说 the picture 这幅画 台大研究所的考题 reminds me 使得我想起了我的童年 my childhood 然后因为这个成语呢 太多人会了 第一个 托福提考他的时候 是考你off这个字 而台大研究所考的是 它可以变成 reminouscent 后面也是of my childhood 然后我上课跟你说 同学 remind是动词 使 对不起 remind me 漏掉了一个me 使我想起了我的童年 remind of 如果你用这个字的话 查字典 它可以当形容词 也可以当名词用 然后中文翻得不好听 这幅画是一个提醒我的东西 是一个提醒的状态 of my childhood 我的童年 当时是考这个单词的 我有提醒过你 所以你的第七题 reminouscent 是回忆起 回想起 所以第七题 the top of the museum 这座博物馆的顶端 拥有古典 经典的中心的 那种环状结构 用形容词修持 它这个环状结构 使人想起六十年代 OK 请你把这几个答案 我要跟你聊的 先找出来 你记不记得 我们上课的时候说 provoke 叫做激怒 因为voke 是声音 v-o-i-c-e provoke 它的行动词 provoke 这个k要换成c 激怒人的 我们考过这两个字 十大英语所 考provoke OK 当时说这个字的声音 所以也顺便介绍了 后中 考的单词 我很生气 I am very much back 我很生气 这是pp v-o-i-e-c-k 所以这个字是基诺 不能挑 你课本的 考题的第三个答案 而第二个答案呢 我们做了这几个单词的比较 有印象吗 你去查字典的 evoke 这是声音 把它喊到外面来 这是招魂 喊到里面去 还是招魂 所以这两个字都是招魂 所以出题目老师 应该没有给你这个字 invoke 对 应该没有给你 OK evoke呢 除了解释成招魂之外 还可以解释成提醒 提醒 也就是说 凡是那种 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把它叫出来 voke 外面 OK 所以招魂我就不说了 把你的记忆给叫出来 把记忆给叫出来 唤醒你的记忆 所以答案是第2个evocative 好 笔记整理到这边 回头找一下的笔记 我有写过 provoke evoke envoke 这几个字的区别 所以你的第7题的答案 挑的是 V 第2个 其他的字 您都再看一次 然后这一题呢 我很特殊的帮你把 evoke 它的例子 再写一遍在c的位置那边 因为我们比较少提到 b的位置 抱歉 第2个答案那里 OK 我们提到的都是它的动词 比较多 而第8题 我们上单字课的时候说 英文的消灭 都是来自于 不 这个字根 加上说 话的说 所以我们介绍了 A B A B S O B O P 母音的互换 Bur Per的互换 这些字叫做不 不要的不 然后我们说 我点名的时候 Mary Mary不在 旁边的同学就帮她 跟老师回答 老师Mary Absent 不在 A B S 然后加上形容词字为 E N T 所以 我们的学生一直以为 这个字是形容词 台大研究所考 它是动词 Absent oneself from 你把它全部都听完 在一起写 所以 A B 在这 是不 字典的DIC 是说话的 说不再说 就叫做放弃 当时我们课本上的这题是 路易十四是法国的最后一个皇帝 他放弃他的王位 Abdicate his throne T H R O N E 放弃他的王位 好 这是第一个字的放弃 您先整理一下 不再说了 Abdicate 放弃王位 这个字通常用在这里 而O B 还是不 格林法则 A B 换成O B L I T E R 是文学 那个字 Literature 文学 文学是文字跟说话 说话的 说不再说了 加A T 就是你这一次的考题 Obliterate 消灭 这个字可以用在消灭疾病上面 你的考题 上面是指把他的记忆给抹去 也是用这个字 Obliterate 好 麻烦您 OP 加上水 AQU Aqua水的字根 用AQUE Opact 私立医学院联合招生的考题 不透明的 不透水的 如果你中文过好 请写上朦胧的 朦胧的 不透明的 不透水的 那么就帮你复习完了 A B A B S O B O B O P 小面 好 写完同学 上课我们还说英文的RE 不一定都是 都是一再的 说 一再的 再一次的 你们的说法 做文写得不好 被老师发回来 叫你 Rewrite A E 还有很多不同的语语 好 我们先把这个字根复习 以下 Rewrite 那个字 他们 考学生的是 Reiterate 文学那个字在这里 L-I-T-E-R L-I-T-E-R 文学的字 我直接把文学 写给你 Literate 是消音字 所以Reiterate 叫做 一再重生 A T E 是动词 之后 我们一再重生 一个中国政策 那个一再重生 老师一再重叙述 这里的重点 让我们把这里句子 重要的地方 给看清楚 那当时你的单字考题 上面写的东西 R E 还有强调语气 I N F O R C Force是力量 加个I N 给它力量 强化它所拥有的力量 写上中文 巩固 巩固国防的巩固 用这个字 Rainforce our national defense 巩固我们的国防 R E 还可以解释成 不要的意思 请看这 R E 是不 N O U N C E 就是宣布那个字 Pronounce T R O N O U N C E 待会我会看到 有一题的答案用 Announce 就暂时不理它了 发出声音的 Announce在这里 发出不要的声音 就叫做放弃 说Renounce 我就不写下来了 直接摆在那边 您自己看 Renounce 放弃 我们绝不 Renounce The use of force 绝不放弃 使用武力 用的就是这一个字 Renounce R E 还可以解释成 回头 回头 有时候会有 Return的字 跟出来 Retrospect 回头看 叫做回顾 继续使用 In Retrospect 回顾之后 我们发现事情 是怎样怎样的 这个字可以加 I V E OK 你的中心大学的研究所 考虑一个 Repetri 8 应该还记得 第一堂课的 格林法则 说这个字叫做 爸爸 当成国家 也就是祖国 把他送回到 他的祖国去 所以这叫做 遣返 递解 出境 遣返 回去的意思 回头 Return 说R E 有这么多意思 你被字跟之 所以会到最后 放弃不想记 是因为没有人 帮你把它整理在一起 你一直以为 他只有一个字 然后就学 不夯 那么你知道 R E是不之后 请看这里 您认识 Language 语言 所以 re link quick 到这里 L跟L I跟A N跟NG 跟Q U跟U 在这里 加上动词字为 re link 放弃 不再提起 这件事 丢弃 抛弃 这个字 我通常在指一个人 放弃他那崇高的地位 还不到皇帝 relinquish his position his status 他的地位 他放弃他当总经理的地位 CEO的地位 云游四海去了 让出他的位置 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 erase 这是你最熟悉的抹去 加上ER是橡皮擦 或者是板擦 这个字 其实的E是指往外面 RA呢 是老鼠的字根 也就是镊齿动物 把东西侵蚀掉的字根 你想想看 你是学过一个 EROD Motion R跟R A跟O 的梗和 它等于COROD 就是这一个字 OK ERASER 黑板擦 板擦 所以 不再说了 ERED 加上说话的说 DIC 在这 加上动词字为 AT EREDICATE 不再说 不过你要特别小心的是 这个字 专门用在消灭疾病上面 消灭某某流行病 EREDICATE 某某疾病 然后TOFUL 它等于WIPE OUT 它会用WIPE AWAY 来骗你 你要小心这个诚语 好 整个消灭的字 先检查一遍 我们再来看你的答案 好吗 先把整个消灭的字 读完 消灭了 放弃了 当时上课 我教了一个ABOLISH AB是没有的意思 ABOLISH OK 就不再跟你聊了 您这里知道 就好 把黑板整个检查一遍 是不是你上课学过了的东西 为什么考试的时候答案选不出来 消灭了字 我摆了三个相关的字 跟AB RE 跟ERA 顺便整理一下 你从头到尾检查一遍 是不是上课常常提到 那同学你要看的是答案这个字 OK 答案的EX 第二个答案 你看一下EX是外面 PUN就是PUT 我有帮你写在解析的第二个 AV的V这里 这种经历是他过去试图从记忆当中抹去的 EX是外面 PUT是放东西的放 就是PUN 后面的GE是动词字文 就放东西 放到外面去就是不要了 OK 这是你的第八题 请看第九题 第九题不是我们刁单字的时候看到的 是在文法考题里面看到的 ENER是energy能量那个字 energy能量 OK 把ENER拿后面的GY的名词字文拿掉 变成VA 应该还记得Vacuum V-A-C-U-U-M 真空也就是变成没有 能量变成没有 后面的过去试 ATE 过去试 把能量变成没有就叫做耗尽的能量 你现在仔细的回想一下 我们说DE I-L-I A-I-T A-T Debilitate 过去试 我就帮你写写好了 你现在回想一下 还是你上课都睡着了 我那时候说DE是变成减少的状况 比如说decrease D-E-C-R-E-A-S-E 这是减少 而这个字呢 E呢是共用的 如果把它还原就是A-B-I-L-I-T-Y 能力 A-B-I-L 后面照抄 把力量变成没有 变残弱了 身体变弱 用这个单词 能量变没有了 用这个单词 请看第三个答案 就是他这是上课教的 当时也提醒过你 这个字是托福必考单词 是后一的老师 很喜欢出的单词 好 他就出来了 我今年出题目的老师 应该是把所有历届的考古题 重要的通通挖出来考你一次 所以只读历届诗题的人 这一次应该是赚到了 好 第九题解决 请看第十题 第十题是我们在上阅读 测验的时候教的单词 我那时候跟你说 这个字是政府的公告 Promargate 宣传也是这个字 来回想一下 我当时怎么说的 这是前面 MUL就是MUD 这个字是所有的字典 都共同说的 NITO 也就是围墙的一式墙 贴在墙上的东西叫公告 动词字文 公告 所以他给的答案是 第一个的announce 来我们看一下第十题 The legislation was drafted 这个立法的法案被起草了 而且被公布 麻烦你把at the end of 画起来 在2020年结束的时候 用这些词的at 好 公告他用的是announce 刚刚说的pronounce 发出声音的那一个字 没有了 以上前十题 是教过的 有一题 懂不到答案 要用消去法 所以这个地方 你应该可以对到八题左右 OK 一个不小心 没有仔细的想好 七题是还在可以接受的状况当中 因为太多考古题了 好 写完同学 我们看第十一题 开始考你填空的单字 具意要对 所以 您如果看到第十一题的四个答案 应该很清楚 这些字都是你学过的单字 尤其是A的答案 我说同学 画个 在地上画个圆圈圈 sircom scribe 叫做画地自线 第二个 磨损的字根又来了 RA 刚刚说的RA 磨损的字根 abressive gra的单字有它 托付单字有它 第四个 abbreviated abbreviated 它叫做缩减 也交过了的单字 所以 为什么他要 see comprehensive呢 OK 又是今年中国语考的单字 对不对 comprehend 叫做了解 comprehend hensive 换成s 它就让你全部都可以了解的密集的完整的课程 密集的完整的课程 来我们看题目 卫生制度可以增加把abd后面的into画出来 在托付的考题里面 他们认为这样子的写法是不对的 应该用at the two 而不是into 所以如果你考试的时候麻烦你挑to 你看到别人用into 请放它过去 好 卫生制度可以增加基因的测试检测 于范围当中 照顾的范围 regim 这个字先把reg化一下 线 它是我们上课教的rex 国王的字根 变成regiom 就是国王的领土 region 好了 来 以便获得to gain一个更加comprehensive image 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 完整的观看状况 of病人的健康危机 comprehensive 密集的 完整的 好 请看第十二题 第十二题呢 这个字他们考至少三次了 versatile VR就是上课教的VOL 转变的意思 有多重变化能力的 多才多益 帮我把中文画一下 现在我漏掉了 OK 他说这个人是其中一个最多才多益 以及你看 你们的单字题考过accomplished 一大堆同学跑来问我这个字 对吧 还记得没 有才华的 有成就的作家 of his age 好 跳versatile 如果你挑到第四个单单 业余的大概就完蛋了 好 第十三题 请看黑板 这个问题 一日来看台大研究所 当时考试的时候 要让你找complex是复杂的 然后要让你找comprecated 考试写到这里 然后要让你知道它是错的要加ED savisticate 也是错的要加ED intricate不加ED 有音下面 OK OK 等于perplexing 这个字是里面唯一一个加ing的 复杂的 在这 perplex 看着您的第十 三题 OK 把第一个答案后面的ity 画一下 现在是这个字的名词 perplexity 把复杂的都再检查一遍 好 我们看第十四题 对不起 第十三题 当两个大学 to which Lisa 所申请的 都接受了它之后 两个学校同时录取它 she had no direction 它完全找不到 找不到方向 and was imporplexity 应该有印象 我有提醒过你 英文的在困境当中 都是用in imporplexity 在困惑当中 您回想一下子 我们是不是学过这个东西 implight 在困境当中 in dilemma 在困境当中 in predict predictment 困境当中 想起来了吗 in invasion in danger imperial p-e-r-i-l in jeopardy j-e-o p-a-r-d-y in hazard h-a-z-a-r-d 身陷危险当中 都是继续词 in home 所以当时你学了一个in pain 在痛苦当中 in anguish a-n-g-u-i-s-h 在痛苦当中 in agony 都是in 所以 后中考的一个risk 用at要请你小心 at risk 当时上课题 是你的状况 想一下 所以继续词 in 顺便背一背 以后考课楼字 还用得到 这是第十四题 第十三题 对不起 第十三题 imperacity 他在困境当中 不晓得要挑哪一个学校 比较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在介绍格林法则的时候 曾经介绍一个东西 这字根叫做放东西的放 put 我们第一个学它呢 是stay put 保持在一个安定的状态之下 在我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 当我一切都stay put 形容词 稳定下来之后 我会跟你联络 你的男朋友要出国去念书的时候 如是说stay put 这样想起来 我就是讲这句话 对不对 OK 所以放东西的放 我们考这个字 post 后面 pon 就是放东西的放 p跟p u跟o t跟呢 放到后面去 叫做延期 后一还考它 是接动名词的 放到后面去 e不发音 这发o的声音 所以我们在课本上 包括上作文课的时候 跟你说的 把这个理论就这样子定案了 想起来没有 我说定案定案 所以放下来 就叫做确认这件事情 postulate 自定这个理论 post 老师 是后面吗 不是 他还是put的转音词 上课跟你说的 p跟po跟u 消音词 t跟t在这 小心长一样的post 却是不一样的字 这样就想起来了 把笔记写好 我们准备把这一题解决 可以吗 那我们看第十四题 这个理论 自定了 确认了 给带我们